5月14日,星期二到 Part 2 開始了 一個鋼錦老師在她的 Facebook 分享移民加拿大的親身經歷 她說,與丈夫在半年前正式移民到加拿大 見到許多香港人同樣移民到加拿大 到埔後一個月內便找到薪水高於以前的薪水 部分人仍未出發便已有offer,令她覺得很羨慕 但當然有成功亦有失敗的例子 而她正正是失敗的例子 她分享的初衷是希望給準備移民到加拿大的香港人 可以以多角度了解移民加拿大的大小事 同時可以有更多心理準備 她比是自己一個容易之類的人 所以擁有 OWP 開放式工簽 在她到埔的一個月內便找到加拿大的第一份工 是一間由當地華人所開設的公司 一開始她仍然為成功就業覺得非常高興 但正式上班後便覺得不對勁 她便這樣說,僱主不和我簽合約,沒有替我報稅 然後便任意改我上班時間 回到第四天還要被老頭Bully 到最後她亦只能在這公司留幾天便儲早辭職 她自問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工作盡心盡力 來到異地工作,我沒有奢求可以做到一間非常愛惜員工的公司 馬寫落地走的心態,出發之前已經有了 但連互相尊重都沒有的公司 真的很抱歉,我真的做不下去 因為第一份工的打擊,導致她在加拿大求職失去信心 結果大半個月都不敢再找工作 過了一段時間後,在朋友介紹下 進入了一間由回流香港人所開設的公司 做行政助理 她便坦白說,新公司的氣氛也不錯 亦打算在公司最少做一年 但後來便發現 新公司的行政助理需要一人分析幾個角色 多事做到廁所都去不了 最後她亦在兩個星期後便辭職 兩次的求職經驗令她覺得 加拿大的功是否真的如此? 移民加拿大四個月之內 面對兩次辭職,她雖然覺得有打擊 但在這段時間,走訪溫哥華 覺得當地的文化氣氛後很舒服 可能很多人眼中是失敗者 但如果大家覺得我是,我便不介意認 有得必有失 想回頭,她便覺得雖然經歷了失敗 但有得著 經歷了種種失敗的她 亦是最近找到合適的工作 而現在的她已經在一個美國仲駐加拿大的上市公司旗下 其中一間分社任職 reception超過一個月 而且工作氣氛非常好 同事亦非常friendly 令她覺得真正融入加拿大,很踏實 而老公亦已經找到好工 老公亦非常賞識及提攜她 一切都去好的方便發展 和大家說,不要為移民簡不簡單作一個定論 因為每個人的背景和經歷都不同 但她便沒有後悔移民的選擇 然後她給了五個提示給大家 首先是情況許可的話,就不要打謊人軍 其次就不要心急 遇上不合理的工作就不要逼自己 再者經濟能力許可的話 建議首先感受一下新環境才去找工作 心理狀態穩定後,求職就會更順利 第四點就是,人比人比死人 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不要在此和別人比較 最後,我們一定行,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接下來的時間就和大家互動多一點 我見大家有很多留言告訴我 他們的想法或問題問我 我在此便儘量回覆大家 有個Amy Yell 跟我說 If you have time, can you provide information place on your experience once you arrived at UK What we need to do? For example,apply for NHS, need to rent apartment What do we need to be careful? Where is the website to search jobs? Thank you 其實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因爲租屋隔岸租 基本上是租不到的 所以來到便建議你先租Airbnb住 路租一路落地找屋 但同時我見到有很多英國移民的香港人群 有很多post 因爲有香港的投資者 香港市民 留在香港,但亦投資了英國的物業 他們有很多樓盤放租 你都可以加上這些group來看看 便可預先租定屋 對,一落到來 其實已經有地方居住了 因爲我朋友有家人租了一間屋給我居住 亦給我一個低廉的價錢租 我就比他好彩 因爲租屋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問題 而來到的問題就是 我要幫他維修一間屋 因爲間屋有漏水之類的很麻煩 這些都應該不會大家面對到 如果你租屋 因爲租屋就是業主負責 隨此之外 來到當然要填NHS 你要找你的區 搜尋你的區附近NHS的location 然後向他登記 很簡單填了份表 有一些會打電話問你身體狀況 我的個案是很慘的 他完全沒有打電話問我 其實填表就可以了 這件事非常簡單 一件事就要報稅 你盡快填表報稅 因爲很多時候 有很多困難的報稅方便 例如我的個案是 不知爲何我無法登記 網上報稅的系統 他就説系統上沒有我的資料 而我打了幾次電話 跟他談這個問題 答案全部都説不會替我解決 亦説不關他們的事 我覺得最需要處理的 反而這些就是小事 最需要處理的就是 你要確定你的錢是足夠的 因爲這裏如果你的錢鬆動 你個人的option就會多些 他人就不太stressful 隨之之外 就是要有預備好很強的心理狀態 你要prepare well prepared 自己是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哪怕對方是不願意跟你解決問題 因爲我在這裏面對的所有事 對方根本就是不想解決我的問題 是想解決我 因爲我很多時候是很frustrated 和很stressful 而我要自己全部去疏理 最終我都是要自己去解決這些事 對於一個強大的心理狀態 是自己要well prepared好 這個我也是最重要的 以及淺 因爲你要prepare好 你會面對很多不同類型的問題 或者是球職上的碰壁問題 我雖然見到很多人 就告訴大家很容易找到工作 那我就覺得每個人不同 每個人的background不同 或者是他的location不同 而會導致他找不得成功 有人就覺得格拉斯的找工作是不容易的 相反如果是愛丁堡 或者英國其他地方 以我自己的background來說便容易很多 我自己作出一些分析 因爲我也有過幾次的建功經驗 我就覺得他們對於自己人 好像潮州人會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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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 他覺得你不是自己人 便不是很想跟你說話 於是乎建功也是 他覺得如果你是一個Asian 你的英文未必和我們是一個toon 你怎能勝任做這樣的工作呢 甚至我send application 去做supermarket send application做sales 全部都是沒有回音的 所以個人就覺得 如果想來格拉斯哥 便要好好考慮這一點 因爲這裡的language要求真是高很多 如果你沒有那麼上眼的英文底子 你如何on top 去聽他們那麼重口音的英文呢? 中間的過程便會很痛苦 如果你英文底子好一點 你掌握得會快很多 以上的論述是根據我 幾次interview的經驗得出的結果 透過跟他們的傾談 我自己也不適合 因爲其實那時候 我還沒聽到他們的格拉斯哥口音 很多都是很重口音的 他們那種口音是 又快 還在講話的聲音 是附在喉嚨那裡 其實是很難聽得明白的 而爲何我之前說 尼格拉斯哥 尼格拉斯哥尋功有難度 大家要三思 或是你要對自己的英文 比較有信心才能尼格拉斯哥 这也是经验的原因 因为我用了一年时间 用了很多方法去学口音 或认识人去听 听得多些就习惯了 但始终听得明白不代表说到 意思是甚至听得明白 但那种埋不到堆的感觉还存在 因为你说不到那种口音 记住千万来到英国 不要什么都套入歧视这种东西 因为我觉得他们绝对不是因为歧视 而是因为保护主义这种东西 就像台湾人自我保护那种东西 来得这里就要适应这些文化 以及如何适应这个社会 如何配合如何令自己进步 融入这个社会 不要什么都套入所谓歧视 我见到很多香港人都是这样 人知都是针对不到事件的主因 而不去解决问题 什么都套入歧视那里 那就不用做了 所有事情都 而我就觉得爱丁堡的就业机会 好很多 因为我之前 interview过 Edenberg一份工 也过了三个关 第四关失败了 我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我现在正在改进中 但格拉斯哥基本上 都没有什么interview的机会 而engineering 在全英国都非常吃香 小碧之前都在英国其他地方见过工 他基本上就聘请了我 但因为当时我不想离开苏格兰 于是乎就turned down the offer 所以我就很觉得 我从我自己的经验 我就很觉得 爱丁堡和the rest of the UK 是容易找工作过格拉斯哥的 当然如果你说格拉斯哥做工厂 或者做清洁的工 我就很肯定你肯定会做得到 因为这里有很多这样的工组 但如果你把自己的career path 拉长来看看 你自己是不是真的 长远就想做这类工种了 而华人的工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我没有必要我都不会做华人的工 因为太多不好的经历 如果你们来格拉斯哥立心 想找华人的工做 我就怕你会吃虧 一来二来就是没什么选择 因为这里真的不是太多华人的店铺 所以我一直都说 如果就业选择在格拉斯哥 就想做一些文职 或者可能笔上你本行的东西 就可能会有些困难了 我看到有网友就说 叫我休息多些 多谢关心 其实我除了之前讲给大家听过节奏之外 我回家也是要practice 因为performance 不是只是去rehearsal 就可以了 rehearsal之前 有很多功夫要做 很多practice 自己练的 所以基本上我的节奏真的排到什么什么 我可以休息的尽量休息 但我都不想去停我现在住的东西 因为我现在真的生活得很开心 另外我见到有个girou的朋友就跟我说 小啤主持我一向很怕这些声音和语气 感觉作壮 但支持星期二就一直听了 结果发觉你很有心去做 勤力和努力有成果 知你参与和学习很多东西很充实 好佩服 足事事顺利 多谢你的报导 感谢你令我改观和学习 去了解多些不多欢喜的东西 从而有所得着 我真的很感谢你 因为其实偶尔中我都见到别人 善意地提醒我说不喜欢听我的声音 说我的声音很作状 我不如现在说几句话 平时我说话就是这样说话 你今天吃了饭没有? 如果未吃 你会不会打算吃炒蛋饭? 会不会加鸡蛋? 所以我必须提高自己的声线 和咬字清晰去读新闻 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 否则大家真不知听我说什么 好像鬼吃泥那样 今天的新闻很长 就是这么多了 明天见,拜拜!